好 怎么去把这个机制给变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了一个这层的数据 然后还有了一个EGS的一个文件 一个模板 把它变成一个全面的字符串 怎么办呢 答案近在眼前 我们直接可以翻过来找我们这个 刚刚建的这个profile 就是个人主页的这个路由 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CTA-Render profile是什么 是EGS的文件名对吧 然后后面是一个对什么 是一堆这层数据 然后最终产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一堆HTML文件吗 也就是说有一个那个EGS的模板 然后有一个数据 然后最终产出一个HTML的文件 或者说HTML字符串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答案对吧 那我们肯定没法用这个CTA-Render 直接去用 但是它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呢 其实它这里面用的也是一样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EGS这个工具 就是EGS这个编译工具 我们把ES按上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 EGS解了Render的方法 String就是我们所有的模板的自负团 Data就是我们要渲染的数据 然后这个HTML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思路或者说这个方式 和我们渲染页面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所谓的后段渲染 有模板有数据 然后后段直接去渲染出来 渲染出一个HTML的页面 OK那我们就试着写一下 那首先我们肯定得安装一下 对吧 EGS安装一下 好那我这儿考一下 好大家稍微等一下 OK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做这个渲染 这个渲染呢 我们肯定不能在这儿做 它应该对冲下的同一个工具来做 然后UTOS里面 我们再加一个叫Blog叫GS 然后写注释 它作为一个工具 微博数据相关的工具方法 好那这儿呢 肯定第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EGS给引用过来 OK 引用ES说我们要定一个方法去渲染 对吧 我们渲染的数据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Blog list 这儿EGS 那肯定我们要读取这个数据的 读取这个文件的一个内容 对吧 读取文件内容嘛 我们就需要一个文件模块 然后 还需要一个PASS 去找到这个路径 OK 那渲染之前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路径给找出来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这个Blog list.EGS的文件内容 对吧 有个内容之后 我们才 进入这个文档里面 有个内容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获取 你就定一个叫Blog list.tpr 然后fs.j 用这个同步的吧 这个file sync 然后 参数是 pass.join 所以我们通过拼接这个路径 我们找到 这个Blog list.EGS 往上走一步 然后views对吧 views 然后再往下是 vgits 就是这个路径的一个名称 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Blog list.EGS OK 然后read完之后 我们直接去.toString就可以了 这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拼接路径 然后找到这个Blog.EGS的文件 然后直接去读取它的文件内容 放到这里面来 读取完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建一个函数去 去确认了 就是叫 guess Blog list String 所谓String就是一个HTML的称呼串 对吧 好 那这儿 我们需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Blog list Blog list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的这个Blog list 对吧 比如它Morning是一个 空数组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数组 对吧 第二个参数呢叫 Can Reply 不是成false 这个Can Reply是个什么东西呢 Can Reply是我们的模板 然后将来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就这个Can Reply这个变量 所以它只是一个变量而已 在这儿你看来 就是一个变量而已 就不用管它是什么意思 总之我们会传两个参数 这个如果不传就是Morning是false 然后这个Can Reply呢 会定位到这个EGS 这个里面这个变量入来 然后去做一些和回复有关的东西 这个到时候我们在讲回复的时候 我们再去说 总之这儿就我们就当一个变量就行了 然后我们return一个什么呢 一个EGS.Render 这个方法大家看一下 和我们的 文章中是一样的 Render一个String一个Data 对吧 Render然后String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模板的一个自固刷 Data是什么呢 Data就是BlogList 然后Can Reply BlogList Can Reply就是我们的EGS里面 需要的一个数据 BlogList是上面这个 然后Can Reply呢 是这个地方的这个 OK 咱们写个图示了 微博列表 Can Reply 它应该是个Bart 就是 是否可以回复 这个我们后来再说啊 根据BlogList 渲染出 Data渲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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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LsBlog 这里面应用一下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过程 其实很简单 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很多 EGS相关的一些渲染的工作了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应该 还是很好理解的 然后完事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服务 给启动一下 来看看有没有报错 好 启动完之后呢 有一个报错 有一个报错 是注册路由的时候 有一个报错 好 我们就找到这个地方看一下 应该是带APP.js进去 首先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路由的注册 有没有问题 引用有没有问题 路由的引用 我们找到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 它的输出应该是 应用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再往下 引用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再往下去 找到这个注册 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这个地方写个点 应该是逗号 对吧 但它没有报错 因为这个地方写个点 也是符合语法的 对吧 然后点root 然后点什么什么 就只是符合语法的 但它就没有报错 应该是个逗号 这样的话应该就 应该就OK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刷新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页是五个数据 第一页是五个数据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数据 然后ID12345678 八条数据 加载更多的时候 那应该是在第二页 应该会有三条数据出来 对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网络选球 网络选球 然后我们点加载更多 OK 大家看 是不是下面有三条 出来了 对吧 一共是八条 但现在加载更多已经消失了 因为你没有第三页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 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 主要看这个bloglist 大家看 主要看这个bloglist TPL 大家看是不是一堆 前面的字幕串 对吧 返回这个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把这个字幕串 直接渲染到页面上 你不用管它是什么内容 字幕串是什么内容呢 怎么听见字幕串呢 我们后端就直接干了 这样的话 模板我就在后端存一份就可以了 前段就不用关心模板的事情 OK 那这个就是能够加载更多 那我们没问题 把代码给提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的改动 按了1-S 然后注册了路由 这就是改动 然后另外是新加了一些文件 OK 最后车 个人主页 加载更多 好 让它pull上去 OK 那这样的话 整个的开发环节就已经完成了 其实内容不多 就是渲染的页面 渲染页面完成之后 直接加载更多 就这些东西 有一些细节可能会稍微绕一些 但是整体的这个过程 这个流程 我觉得理解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最后一步 就等到最后一步 就把那个代码40给你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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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